第75届国际宇航大会近日在意大利米兰会议中心开幕 大会以负责任的太空可持续发展为主题 聚焦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航天技术可持续发展 来自全球超过1万名航天专家学者与会 来自46个国家的超过530家参展商展出最新的航天技术与成果 中方展示了嫦娥6号取自月球背面的土壤样品 这是该月壤样品首次亮向海外引起现场热烈反响 深秋的墨北草原演练一场接着一场 陆军第81集团军谋旅合成营主战分队 携手炮兵分队陆航及空航火力平台 围绕多种战术背景开展连演连训 中军账内不同要素的指挥席位围绕打击任务 共同对目标开展联合火力打击 我们将陆航空航协调员同步陷入指挥边主 与合成营指挥员共同组成联合战术指挥机构 通过一体化的指挥筹划和兵力火力协同 增强君主互信力量互融和信息行动互通互动 到达4号塔之后要注意密切关系 营长徐海峰是此次演练的主要指挥员 演练中徐海峰依托信息化指挥装备和其他席位的指挥员共同沿战 一个个图表一条条指令 穿梭游易在由多条数据链组成的联合情报网络 这种依托装备信息化集成的一体化指挥控制体系 不仅贯通了不同兵种间的指挥链路 也让徐海峰的战场视野越来越宽广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的视野范围 局限在手中的观察器材和侦察兵能到达的地方 现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看到的 还有上级有灵看到的 这些信息都通过数据链融成一张网 形成情报共享 张金凯是该旅的一名坦克连长 此次演练中他被吸纳到营参谋机构担任首席参谋 他与陆航空航等多种火力平台的指挥员 共同研究战法打法 近年来这个旅像张金凯这样 被上级吸纳进入联合指挥编组锻炼提升的 连以下指挥员不在少数 不同兵种间的指挥员在一起面对面切磋交流 取得了1加1大于2的体系作战效能 联合作战理念的贯通 其实是一个向下融合向上提升的过程 现在通过参加连演连训 基层指挥员不仅能看到本级单位的进步 还能看到其他军兵种的不同 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指挥员的联合指挥素养 联合指挥的战场事业不仅仅存在于中军帐内 谷科壮是这个旅某合成营的一名排长 演练中担任地面引导组的组长 为了能够保证任务顺利进行 谷科壮在演练前带领组员 加班加点学习联合作战知识 熟练掌握了多种指控装备的操作原理 演练中他不仅要负责目标侦查和对空引导任务 还要围绕目标信息毁伤效果 不断地与陆航空航炮兵等多种火力平台进行沟通联络 在战场上我们地面引导组 既是加长陆军空中火力壁的整关节 也是延伸空军地面传感器的侦察兵 在火力打击和信息互通方面起到上传下达的承接作用 通过在演练中时间探索 让战术思想创新思维提前对标未来战场 做到准确指挥一体联动 准备明天的战争 每一名指挥员都择无旁贷 都需要融入其中 近年来 这个旅坚持以创新思维练谋 以系统思维练技 着力推动联合作战基础理论 向联一级指挥员融入 采取战法研究 岗位互换 连演连训等方法 突出信息网链建设 借助模拟化 网络化 对抗化手段 不断在实践中 锤炼指挥员 依托信息系统 运筹谋划和组织指挥能力 这些年 我们与数十支友邻部队 携手开展 连演连训 与空中雄鹰 一起翱翔蓝天 与地上猛虎 共同激战沙场 一系列联合训练的制胜招法 得到检验 我们将紧盯科技之变 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 练出一身 硬功夫 海域搭乘赵庆舰和江门舰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实习学员 正在进行士兵对抗演练 这次对抗中 各部门指挥员均由实习学员担任 他们不仅要自主规划航行路线 还要指挥舰艇抢占阵位展开攻防 各阵位做好损管 这样就准备 收到敌舰发射导弹的敌情后 担任实习舰长的王荣嘉 首先指挥舰艇发起反制 学后对敌舰艇进行干扰规避 我觉得首先肯定还是要把自己的导弹先发射出去 这样不管最后空中威胁 最后有没有对我倒成命中 至少我对敌是发起了一次打击和进攻的 保留了消灭敌人的可能性 近年来 以江门舰和赵庆舰为代表的训练舰 始终锚定叫战目标奋力转型 学员实习科姆也从传统的航海技能 拓展到舰艇武器实际使用 石兵对抗演练 战斗航海保障 舰艇转力不到一年 就完成全训导弹实射等任务 每一个站位都是学员们的课堂 每一次出航都将他们置身于战场 通过实际操纵舰艇 指挥武器使用 处置海空情况 能极大提升学员的专业技能和战术示威 建设一流海军需要一流的人才 在搭载海军工程大学学员 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 海军七级光剑上 学员结合此次实习访问任务 分享参与海空情况处置和态势会上的感悟 在这次远海实习访问任务中 我心深感受到海上斗争的萧燕卫 也更加明白 能战方能指战 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的真正含义 必须立足自身岗位 把技能练精本领练墙 才能为建设一流海军 贡献自己的力量 到访每个国家后 七级光剑会举行甲板招待会 舰艇开放以及交流联谊等活动 加强于到访国海军的 务实合作与交流 我们注重在远海实习访问任务中 陪数学员大国海军 应有的军事素养和世界眼光 在对外交往中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展示良好形象 今年8月 我国首艘风帆训练舰 破浪舰首次扬帆远航 执行访问越南四国任务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35名学员 随见参训 搏击风浪的同时 也让学员们对远海深蓝 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海军破浪舰是锻炼学员 血腥胆破和团队意识的重要平台 是培养学员认识海洋 亲近海洋 热爱海洋的重要载体 学员在这里观天侧海 同舟共济 在这里批拨展浪 走向深蓝 作为未战育人的舰艇部队 训练舰官兵们聚焦未来战场 加紧延战轿战 努力培养堪当强军重任的 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要培养出适应未来战场的人才 必须积极更新思想观念 对接未来战场需求 研究战争制胜机理 把握人才成长规律 推动实习训练 向实战聚焦 向战场靠拢 不断提升院校学员 海上实习训练 含战量 随着演练开始 洪方到达预定地域后发起进攻 狙击手陈骏迅速占领射击位置 对四个重点目标展开射击 最终他以全部命中的成绩 完成狙杀任务 当听到成绩宣布时 我觉得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今天成绩的取得 更加坚决了我 在床加记的决心 作为连队的训练骨干 陈骏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他那双布满老茧 黑红发紫的手 就是最好的见证 今年初 这个团来到雪鱼高原 执行助训任务 为了克服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 提高训练成绩 陈骏与战友们 在训练场潜心钻研 寻找合适的训练方法 陈骏班长 白天带着我们练动作 学要领 到了晚上 带领我们整理训练笔记 一段时间下来 全联官兵的训练水平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 在陈骏的影响下 许多年轻战士 开始在军事训练上 展露头角 二级上士肖万里 就是其中之一 入伍以来 他在各级比武竞赛中 拆金夺银 如今他正带领着战友 参加红蓝士兵对抗演练 如何扮演好 与红方递招过招的对手 成为他思考最多的问题 刀快不快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磨刀石硬不硬 肖万里与战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练配合 强技能 还针对如何摆设杀伤力更大的地雷阵进行训练 争取能够出奇制胜 打红方一个措手不及 演练在夜间打响 红方部队趁着夜色向前眼隐蔽激动 南军指挥部命令肖万里所在班级 在前沿正面展开防御 肖万里接到任务后 利用倩豪穿插交替 对暴露的红方进行打击 在平时的训练中 我的班长就非常注重培养我们的战术思维 带领我们研究各项战术 在此次演习中 我们的引针式甲战术 就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与此同时 这个团红九连火力班 凭借团结协作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演练中 火力班采取简便射击方式 对随机目标进行射击 取得六发六中的成绩 我们炮手之间都是常常一起工作 共同完成任务 基于我们班的特殊性质 我经常给他们说 只有互相搭台 才能好戏连台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班能打好的原因 这个课目要求炮手之间 做到彼此一个眼神 就能心领神会 在这个火力班 大家伴着风沙 一遍遍地练习 一次次地重复 只为配合更紧密一点 命重度更高一点 战场环境中 没有差不多 更没有十之八九 只有平时 训练做到衣食不苟 战场上才能一招自敌 为了能在战场多一份胜算 大家在互帮互助中收获成长 在摸爬滚打中迎接挑战 雪山下 这群高原战士训练归来 歌声在雪域高原回荡 他们用奋斗的姿态 迎接下一次战斗 戈壁大漠 一场实战背景下的 实弹射击考核拉开帷幕 接到火力打击命令后 155车载自行加流炮分队 快速向发射阵地机动 与此同时 侦察分队迅速前出至目标地域 对敌展开侦察 抵达发射阵地后 各炮迅速展开 对模拟敌装甲集群 实施火力打击 首轮打击过后 目标被成功摧毁 为避免阵地暴露 各炮迅速撤收 利用车载加流炮的性能优势 转移阵地 我们的车载火炮 配置高性能的越野卡车底盘 能适应绝大多数的复杂环境 再加上先进的一键收炮功能 让火炮能够实现快打快撤 背影报告 发现敌炮兵阵地 指挥组根据前方回传目标信息 快速决策 面临正在机动转移的 车载火炮分队 实施急火打击 连日南 我们将部队拉至戈壁大漠 在严苛复杂的环境下 检验炮兵分队 多种打击手段和战法 锤炼火力分队 与无人机分队 侦察分队之间的协同配合 提升部队 遂行多样化实战任务的能力 地道阵地上 一场实兵对抗演练正在进行中 突然 担负指挥任务的连长 因受伤撤出战斗 发射号手迅速接替指挥 带领官兵对空搜索敌击 对多批目标展开抗击 战场态势遂行万变 战斗检员也是经常遇到的 这就要我们的战勤人员 有较强的临机处置能力 如果对这种特勤 没有处置方案 也就无法面对真实的战场 第一轮抗击结束 官兵们快速换装弹药 转移阵地 频频出现的敌情特勤 持续到深夜的高强度 攻防转换演练 持续锤炼提升 官兵打赢能力 训练在一场连贯战斗射击中 拉开帷幕 中方参训队员 编成两个特战小组 快速机动至任务点后 迅速交替掩护 向前推进 并根据把镖的设置情况 变换队形 快速射击 这次演示射击手枪 步枪等多种武器 并设置运动射击 快速目标射击等环节 演示结束后 中方参训队员配合示范动作 向泰坊详细介绍了 装备操作规范和使用技巧 随后双方参训队员 进行了实弹射击 在训练中 我们会对武器操作进行 详细的讲解示范 并将我们平时训练总结的小技巧 和泰坊光兵进行分享 帮助他们更快地掌握操作方法 战场救护方面 双方参训队员重点围绕 急救器材操作使用 和急救护救的规范流程 展开交流讨论 中泰两军在武器及武器使用上 进行了相互学习 包括攀越 战场救护 运送商员等 例如在武器上有细微的差别 因此要调整自己去适应中方的武器 中国的武器很精准 适合在执行反恐任务中突入室内 为了进一步贴近城市反恐背景 连训还设置了房屋突入射击训练 构设会议室 卧室等场景 将组队战术与战斗射击综合运用 经过破门 弹药投掷等战术教学之后 中泰参训官兵按照混合编组展开行动 战斗小组运用战术 协同配合突入并搜索房间 快速识别目标并果断射击 训练中有很多科目 需要我们组成小组共同来完成 不明显强调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 学习和时间不同的战术策略 还共同建立了特殊交流方式 比如说手势 表情 肢体语言 帮助我们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 当天下午 装备操作特种爆破等课目 也相继展开 教员讲解了爆破筒的原理和使用技巧 双方参训队员协同组装爆破筒 通过近几天的多科目混缘通讯 中泰双方官兵在武器装备操作 基本战术战法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 训练过程中 双方队员不仅建立了默契和友谊 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协同配合能力 上午九十许 参训官兵来到某综合训练基地 开始以火车站劫持为背景的孔情处置训练 由教练和双方代表共同组织作战讨论制定基本方案 双方采取混编协同方式分组分布训练 并针对训练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交流沟通 随后连贯战斗演练开始 中泰双方组成混编小组按照预定计划 采取小群多路方式从多个方向同时接近目标 占据有力位置对火车站大厅实施向心攻击 队员们交替掩护 迅速通过火车站台对车厢发起进攻 果断击毙目标成功解救人质 针对火车等狭窄密闭空间的搜索技巧 以及拿捕搜查的相关技术 双方队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交流 对场地内的每个细节制定了可行的战术 真正演练的时候 我们小组已经可以独立默契地完成任务 我们非常荣幸能与中方部队进行联合训练 泰方队员会将所学到的各种技能 最大化运用到日后的任务中 与此同时 中泰双方对模拟街区不同结构房屋场景 展开对组战术倾角行动交流训练 首先中泰指挥员对街区及内部结构 进行分析研究 制定好计划后 混边小组队员协同配合 对模拟街区一侧的超市 饭店 楼房等隐蔽搜索接近 完成对目标的打击和内部设备的搜索取证 演练结束后 参训官兵还依托训练基地组织了参观和格斗交流 今天重点围绕突击兵力使用 任务编组行动实施等重点环节 组织交流训练 训练中 双方指挥员细致研究 队员积极主动协同 充分吸收融合双方的反恐突击经验与成果 进一步增进了中泰双方队员的默契与互信 上午八十三十分 一千多名参赛选手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起跑 奥运冠军刘洋 黄雨婷领跑 本次比赛共设置五公里 十公里和半程马拉松三个项目 参赛选手主要来自航天科研试验任务一线 平时工作忙碌 我们更多的是埋头苦干 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和同事们一块奔跑在航天城这美丽的秋色里 我们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 也更感受到了航天人同心奔跑 共筑圆梦的不懈追求 这是北京航天城的第四届半程马拉松赛 航天员刘洋 汤洪波也来到现场 为获奖选手颁奖 据介绍 本月底将实施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城组正在进行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一届马拉松是2020年 那个时候我们正在紧张地备战空间站的任务 如今四年过去了 我们空间站已经全面建成 并且载轨稳定运行了 再过几天 我们的神舟十九号的队友 就要奔向太空执行任务 和神舟十八号的队友 实现第五次的胜利会试了 相信在一代一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 不断前行之下 我们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再创辉煌 马拉松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他强调的是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 坚韧不拔 永不延弃的精神 这种精神不仅仅是马拉松所需要的 也是我们做好各种工作 建设祖国所需要的 光复 李松 广苏 你们好啊 转眼间你们就马上就凯旋了 现在应该心情很好吧 后面的任务依然很艰巨 大家都在 期待你们凯旋 准备好了最温暖的拥抱 迎接你们啊 咱们北京见 上午10时许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在大雨中缓缓抵靠码头 背方在码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贝宁军政官员 中国驻贝宁大使馆工作人员 以及当地民众华人华侨 和充资机构员工代表等在码头迎接 访问期间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 并派出巡诊分队前往当地青少年中心 大学开展巡诊 此外任务人员还将赴当地学校 开展文化联谊活动 未来几天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 能够使北方各界 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增强两国人民 对发展双边关系的参与感获得感 这里是贝宁科同奴港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抵达贝宁访问后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当地华人华侨欢迎热情高涨 在码头完成迎接后 在异国他乡首次登上来自祖国的军舰 实体感受人民海军介绍发展成就 当天上午 贝宁当地民众 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员工代表等 有序排队登船参观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按照国际惯例和海军礼仪悬挂满旗满旗满灯 开放相关甲板区域及医疗服务平台供公众登船参观 使公众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海军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情况 传播中国军队维护和平关爱生命的真诚态度 自2024年6月16号起航以来 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先后完成对塞舌尔 坦桑尼亚 卡麦隆等国的友好访问 在履行国际义务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蓝航道上 和平方舟还会继续扬帆远航 10月17号 汶永禄在新疆和田接牌 陈祥荣烈士母亲姚九岁受邀参加接牌仪式 汶永禄是一条位于和田县新区新修建的道路 以此来纪念在中印边界冲突斗争中牺牲的陈红军 陈祥荣 萧思远 王卓冉四位烈士 接牌仪式后 姚九岁与学生们共同种下代表四位烈士的四颗律植 以此来纪念缅怀烈士 近日 全军口腔健康下基层服务活动走进南沙岛礁 来自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疗小分队 为手交官兵提供口腔健康咨询和相关疾病诊疗服务 同时开展口腔健康知识科普宣讲和口腔疾病调研 满足基层官兵的就医需求 近日 由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举办的 第三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在空军军医大学举办 来自巴西 厄瓜多尔 德国 意大利及中国等20个缔约国的学员 围绕化学武器中毒的症状 诊断和救治 化学伤员的医学后送及分类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 通过理论授课 实操演练等多种形式 全面了解和掌握化学武器医学援助 与防护的相关知识 提升应对化学武器威胁的能力 近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资金集中收复管理中心 依托西南财经大学举办业务股干人才素质提升班 重点开展政治经济类 财务专业类和素质拓展类等课程 这次培训是军委后勤保障部 与地方知名财经院校联合培养财经人才的一项具体举措 这次培训目的就是融合利用地方高校的优质教学资源 学习借鉴地方财经工作的新领域 新技术 培育事业开阔 思维前瞻的财务管理人才